台尼企业集团3号上午宣布 旗下子公司、西手知名连锁超商 在花莲的DAKA设置全台第一座的纯绿电 充电桩正式启用 期盼打造结合绿能、除能以及充电服务的新世代充电站 启动新能源、新生活 台尼达卡开幕至今已经有超过451万名旅客造访 3日上午宣布台尼旗下子公司、台尼除能 西手知名连锁超商 共同打造全台首座绿能充电站 纯绿电24K Green充电桩正式启用 在台尼达卡我们的瞭望台 三朵和平花 每天迎望迎着东海岸的日出 迎接着永续循环绿色的人类生活 有了和平花的战报 今天2022年3月3号 台尼才能够在达卡园区种下这一支24K的Pure Green充电桩 台尼以创能、节能到除能 迎接一个新能源、新生态的生活 我们也知道 大家也可能也知道 其实西部今天停电蛮厉害 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到 能源在我们现在的文明里面 生活的重要性 它的稳定性跟未来性 今天开始 从花莲开始 大家都能够参与Earth Helper 这个心态 更能盼望 人类 可以在大自然中 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 我们每一位的用心 用手、用力 地球才有未来 地球才有未来 We can, we saw, we do, we live 今天的电厂停电 其实正为刚才在整个过程中 来到和平的过程中 我们也在 花莲只是一个小小官方农业县 对于我们的两个工业区 以及对于我们的产业 还有我们的养殖业 其实只要停电 我们都非常非常紧张 所以相信未来的能源 在我们大家共同守护 以及每一个人都承载的 重大使命的同时 实践是体力行动更加的需要 所以在这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花莲是一个好地方 也是一个让大家享受 身心灵沉淀的地方 花莲欢迎大家常常来 但是来的第一站一定要到达 NOWA TCC充电站 不用下载APP就能直接充电 唯动部首座提供所有电动车充电规格 并结合除能设备 是可依离尖峰调节用电需求的 环保节能充电站 百分之百由达卡和平花太阳能供电与储存 未来也将计划引进风机 期盼逐步创造全绿电充电场域 记者蒋邦彦宇 零箱报导